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近日中國疫情再度升溫 上海醫院爆棚 很多人重複感染新冠病毒 上海很多小區 又開始實施管控措施 出入受到限制 進入9月以來 上海感染病例激增 人發關注 據大陸媒體報導 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 9月13日上午開診兩個小時 就有90多名兒童掛號 全部都是發燒 單日的就診人數高達900人 9月23日 居住在上海的梅女士 向新唐人透露 上海疫情又出現了醫院爆棚 很多人三陽四陽 一些小區又開始實施封控措施 出入受到限制 梅女士說 官方媒體不報導是新冠感染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在上海微信群組裡 很多媽媽發貼文說 9月一開學 很多孩子都養了 都發燒 一名上海網友說 我女兒星期一回來說 全班人都咳 結果晚上就開始發燒咳嗽 開學的時候 全班只有我女兒一個人戴口罩 老師還打電話給我說 疫情結束了不要戴口罩了 真是激到我死 9月22日 上海市民楊先生向大紀元表示 這次很多小朋友感染 她的外孫女在幼稚園開學前就感染了 是因為鄰居的小朋友和她玩 傳染給她的 她說 學校開學 你傳我 我傳你 一下子就爆發了 楊先生說 我女兒帶她去上海兒童醫院看病 見到很多很多人就診 都是家長帶著小朋友 我們聽說 開學之後很多孩子都感染了 楊先生透露 醫院的醫生強調說 感染的不是新冠病毒 是所謂的資源體感染 她說 很多感染的小朋友 除了喉嚨痛、咳嗽之外 還有輻射、肚痛 甚至嘔吐的症狀 腸胃系統好像也出現了問題 除了上海 最近陝西西安醫院 也出現疑科門診爆棚的情況 西安多間幼稚園、中小學都提示 要預防所謂的流感 四川省官方通報 8月新冠報告18,000宗 網友質疑數據縮水 哦?四川還有數據? 那是上報的數量吧? 不包括自己抗原檢測吧? 不僅兒童感染病例增加 成人感染的病例也暴增 官方聲稱 多地集體出現煙喉嚴 今年5月 全國都是煙喉嚴的話題 曾衝上熱手榜 近日該話題再次衝上熱手榜 不少微博網民都說有喉嚨痕 咳嗽、喉嚨痛等症狀 多位網友直言 就是新冠病毒 醫院就說是煙喉嚴 染耳道靈 新郎網里藥師譚健康 9月21日發文 近日全國都是煙喉嚴的話題 又一次登上熱手榜 網友紛紛表示 自己已經中招 出現煙喉腫痛 佛力不適等多種症狀 今年5月一假期之後 全國都是煙喉嚴的話題 曾經登上熱手 文章指 今次傳聞煙喉嚴 是否會是下一輪新冠感染小高峰的預警 目前無法定論 但是很多人出現煙喉嚴症狀 很可能是多種病毒中合作用的結果 包括流感病毒 鼻病毒 新冠病毒等多種病毒 都可以導致煙喉腫痛 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狀 大批微博網民說 有喉嚨痛等症狀 說我還以為只有我 昨天早上起床就覺得喉嚨有東西卡住 吞口水也不相信 還瘋狂流鼻涕 我還以為只有我一個 一睡醒就喉嚨痛 鼻塞 流鼻涕 打嗑痴 還發高消 吃藥也沒有什麼大作用 我的喉嚨又癢 又有磨砂質感 聽說現在全國人民都喉嚨痛 可能是換季 也可能是煙喉嚴 這個星期真是太慘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感染了網紅病毒 全國都有煙喉嚴嗎 今天星期四 早上起床就徹底失聲 說不出說 喉嚨痛到不得了 昨晚喉嚨痛還以為是扁桃先發炎 今天看醫生說是煙喉嚴 一說到煙喉嚴 網友當時就知道自己中了招 我們發現 這個新冠在中共國的變體 和在其他國家的真是不一樣 其他國家都是什麼大國星啊 中共的變體都是甲流 資源體感染 煙喉嚴的那些 果然非一般 說出來也不怕被人恥笑 被人罵 頭條新聞9月17日在微博發文說 是不是全國各地都煙喉嚴 引起不少網友共鳴 原來不止我是這樣 不少朋友猜測 或者是病毒的原因 或者是季節的原因 該文章還提出問題 那為什麼會集體出現煙喉嚴呢? 你覺得最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會出現集體煙喉嚴呢? 該文章也提供三個選擇 季節原因 人流原因 病毒傳播 給網友回答 而不少網民直言 就是新冠病毒 不要掩耳道靈了 直接說新冠就行了 怎樣? 這兩個字辣嘴啊? 千萬不能提那兩個字 不是馬上就有人說 你是封控愛好者 他們的認知裡 那兩個字就等於封控 不要推煙喉嚴話題了 掩耳道靈 明知顧問有意思嗎? 去醫院說是煙喉嚴 回家一刷是陽性 新冠或者新冠令免疫力下降 導致的計法感染 我就是新冠肺炎還未好這樣 天天喉嚨有痰 身邊可以說是所有人 所有人都有慢性煙喉嚴 難怪周圍的人都啞了 我們單位集體異陽的時候 就說是煙喉嚴 回家抗原一刷 都是陽性的 據中國新聞網報導 9月開學以來 上海疑科醫院 就迎接了一輪就診小高峰 由上星期開始 發燒患病兒童就一直增加 門診量較9月1日前 增加了30% 週末就診高峰期單日的掛號人次 就達到900人 甲流資源體等病原微生物感染的人數激增 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儀科醫院 13日上午開診2小時內 總共有90多位兒童掛號 全部都是發燒 10時半後患病兒童的人數就越來越多 發燒急症將3個診症室增加5個 《新京報》9月20日報導 近期不少北京家長表示 小孩出現咳嗽、發燒等症狀 虛疑科就診時發現門診又排起長龍 似乎迎接了一輪兒童感染小高峰 廣州一家三甲醫院的呼吸乳危重症 醫學科醫生向第一財經表示 從我們這邊觀察到的情況來看 今年資源體肺炎的發病率 確實比往年高出20%至30% 民眾質疑當局為了隱瞞疫情 又將新冠病毒改名為咽喉嚴 之前已經出現過甲流、資源體病毒等說法 今年1月中國疫情全面大爆發時 一位醫生在某醫學論壇發帖爆出 醫院不給寫新冠肺炎死亡診斷 一段影片顯示 一名上海醫生明確告訴患者 他們不會在診斷書寫寫新冠感染 新冠病毒疫情 持續在中國各地蔓延 浙江、陝西、西安、揚州等地 已經發出防流感提示 正在舉辦亞運會的杭州也出現疫情 有網友表示 5月到上海出差洋了 9月到杭州出差又洋了 北京、天津、四川、重慶和甘肅等地 都出現了感染病例 雖然官方不報導 但是飽受病痛折磨的民眾 就在社交媒體不斷發表疫情的消息 提醒其他人注意防範 上海網友說 上海最近下雨開始 就一直發燒、頭痛、咳嗽 時輕時重 今晚實在捱不住 去了趟中心醫院 大半夜被拖著做三、四百元的檢查 先是抽血、量體溫等一系列常規檢查操作後 端定結果是流感 我呢?那怎麼辦呢? 另一位網友也說 感染三次之後 每天只能躺下 沒辦法工作 才仿然大誤 是新冠、不是感冒 也不是流感 不過遲了 還有些說 確實 很多老人家不想死 結果就先 8月22日至9月8日 只是18天之內 中共正規大學各界 至少有19位名人密集病逝 但當局又極力掩飾疫情的死亡數據 9月份 中國大陸除了爆發疫情之外 還有連環不斷的異象 除了廣東廣西下雪之外 還有黑龍江落飛重雨 而在21日晚 廣東山頭 就突然出現一個異象 嚇壞遊客 當地居民懷疑 這是地震或海嘯的先兆 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 有網友發影片說 山頭南澳前江灣的海灘 突然出現大量的魚 在海面瘋狂跳躍 還有很多魚跳上海灘 沙灘上面 一層密密麻麻的魚 這個罕見現象嚇壞遊客 有目擊者說 感到很震驚 媽媽這些老一輩的都說 那是有颱風 或會出現海嘯地震 網友說 最近搞哪科 什麼怪事都有 難道真的要改潮換袋 9月21日 山頭南澳前江灣 突然大量魚跳出水面 海灘警區的工作人員 證實這個異象屬實 說以前沒有過這樣的場面 大量魚群跳上陸地的影片 引發廣泛關注 有網友說 是否又有什麼天災 為何最近幾年 全球發生各種災難 新冠病毒 今年的颱風移動軌跡 都是異常詭異的 還有其他各種異常 另一位網友說 唐山大地震的時候 就有飛魚預警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還是要留意一下 有廣東網友說 剛剛天上的是魚輪雲 大家都要平安 其他網友也說 真的有這樣的雲出現嗎? 豈不是真的可能有地震要來嗎? 事出反常必有妖 注意安全 這樣山頭出現這個異象 又會是什麼災難徵兆呢? 巴西語言家朱瑟里諾 在他9月的預測當中 就點名稱中國 可能會有一場改變國家狀況的強烈地震 而且將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另外 關於天象異象和預言的出現 我們一直就跟大家強調 無論應不應驗 目的無非只是一個 就是預警作用 講白就是提醒大家提前做好準備 並且時刻保持善念 站在神的一邊 便能夠平安度過即將來到的結難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